高爾夫被稱作平民化的貴族運動 與其他運動相比 對大眾很有距離感 在中正大學 將高爾夫視為專長的學生 更是屈指可數 打球就是有技術的門檻 所以你從不會打到會打球 可能需要幾個月的練習的時間 那另外一個就是打球你有一些費用 那是一個經費上面的門檻 所以如果你沒有適當的訓練 還有你有一些經濟基礎 你要去打高爾夫球 其實是有一點壓力 高爾夫專長的學生是在運技系 那我們已經有好幾年 沒有找到適合到我們系上來就讀的學生 所以我們現在就停止招收高爾夫專長的同學 變成以發展遺囑的一般大學生的高爾夫球為主 高爾夫算是一個個人的運動 就不會受到別人的影響 那就是在打的過程中自己對話 然後想辦法讓自己打好美課球 然後就是感覺這種運動可以從很小打到很老 就是一個就做一個是蠻好的休閒運動 所以才會繼續練下去 高爾夫球練習場為中正的驕傲 同時學校也結合校外資源 給予校隊多方支持 高爾夫球一直以來都是我們傳統培養的項目 那我們也有高爾夫球練習場 所以學生在訓練上面是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他們除了練習時間或是我們開放時間 事實上他們都可以自由進出去練習 就是只要有人在的時候都可以免費使用 看要打多少就可以打多少 再加上我們之前高爾夫球隊也有跟台南的球場簽約 那他們就是可以到那邊做練習 明年全國大專校園運動會為黃燕倫首次正式比賽的舞台 期待他一展身手發揮品嘗練習的實力 因為高爾夫就是自己跟自己比 所以壓力應該是來自於自己 全大運應該是我的人中第一個比賽 那當然就是想辦法保持冷靜 然後壓力不要那麼大 然後打好每一顆球 目前高爾夫球校隊致力於發展遺組 校方妥善運用難得的練習場 培訓對高爾夫有強烈興趣的非本科學生 希望更多有心學習者投入訓練 中正一報 盧斌營 蔡芸倩 中正大學報導